大火撲滅後起火單位外場被嚴重分剋 槍框都燒到變曬營 而消防員就在現場調查起火原因 事發在早上8點柴灣高威閣17樓一個兩房一廳單位發生火警沒有出濃煙 消防出動三條後與兩隊煙舞隊撲救 一名19歲少女吸入濃煙昏迷被送往東區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 另外一男兩女受傷 消防員在一小時後救息長火 消防署仍然調查起火原因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 廖正曼播